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相遇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3月24号 今天的经段是 马太福音第15章第1节到20节 那时有法利塞人和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 犯上帝的诫命呢 上帝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 你们道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 废得上帝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灾众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灾众的必要 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就是 是运到肚子里 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 从心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和 偷盗 妄正 磅肚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误会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 其实在这个世代 特别这个时局当中 其实是 有一点点小小的讽刺 反差 因为耶稣说 其实不洗手 不能污秽人 那我们今天知道 其实各国都在宣导 要多洗手 因此 主耶稣在讲的 这个污秽的意思 其实是在讲 礼仪上的污秽 换言之 主耶稣的这一段经文 是从一个问题出发的 什么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事实上 到现在 神学家也还在争论 那时候有这样的规矩吗 换言之 在耶稣当时候的情形 看起来好像是 那些严守上帝律法的人 他们会在他们进门的地方 有一个洗涤盆 而这个洗涤盆 其实让他们可以进屋子的时候 做一个洗手的洁净礼 而这个洁净礼 相传是从进会幕的时候的 那个洗涤盆 演化到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大概今天可以了解 对洗手可以免除病毒 但要紧的是 这一群人把洗手这件事情 当作是不洗手 就违背了上帝心意 如果是这样 那才会污污会然 这是耶稣所说的 耶稣说你们这群人假冒为善 你们假冒为善到 认为上帝会在乎这件事吗 我们应该要了解 洗手在今天的世代当中 那是避免病毒进入我们生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历程 但要紧的是 这其实是在于人的选择 而上帝会看这件事情好吗 还是不好 我们应该这么说 在今天这个世代 特别病毒猖獗的世代 我们应该多洗手 但是在如果 我们把它当作 不洗手就是违抗上帝的心意 那又拿了太大的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 换言之 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 重点是这并不足以让上帝判断你是意 是好或不好 重点在于你心里所出的那些才是重要的事情 主耶稣对门徒说 对我们说 其实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有没有真正的洁净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洁净 那我们所吃的东西 如果对那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那会是洁净的 所以污秽人的是什么 污秽人的是从人 那肉身所出的各样意念 恶毒的意念 磅毒的意念 奸淫的意念 各样的意念所产生出来了 那才真的污秽啊 上帝看这些意念 看游人里面所出的 那才是真正离开上帝心意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主耶稣 透过这一段在辩论的事情 当然跟现代社会 我们现代社会所做的 所说的其实并没有违背 愿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与我们同在 洁净我们的灵魂 身体 生命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